越卖越便宜,iPhone不香了。 首次超越三星,登顶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排行榜的苹果,在中国市场开始大降价。 1月15日,苹果降价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。 当天,苹果中国官网发布消息称,1月18日至21日将开启迎新春现实优惠,购买手机、电脑、平板、手表等多种类型产品享受优惠。 其中最多可省800元,但每位顾客每个产品类别限购两件。 发布不到半年的iPhone15也在降价行列,最高优惠500元。 按照以往惯例,苹果会在新机发布后对就机型采取降价策略。 而早在2023年双11期间,新发布没多久的iPhone15就在多个电商平台大幅降价,有的机型甚至降了超过千元。 外界普遍认为,iPhone15系列频出的质量问题较之往年更加昂贵的定价,与用户预期不符,进而导致价格跳水,官方不得不降价促销。 报便走访了北京多个商圈的苹果商店,在官方优惠基础上还会有一些超值赠送。 望京凯德电仪电源告诉报便,会赠送手机壳和手机膜的配件,并且可以加299的充电头加镜头膜加充电宝。 当被问及iPhone15的销量时,不少店员表示最近到店人数和往常类似,并没有因为优惠放大购买情况。 部分急迫的消费需求在双11时已经释放,剩下观望情绪更浓厚。 相比之下,2023年买iPhone15的人居多,但总体感觉销量不如14卖得好。 一位店员说道,降价背后是销量的不乐观。 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显示, iPhone15系列在中国首发17天内的销量较2022年发行的iPhone14系列下降, 4.5%。2023年第三季度,苹果手机销量同比下滑9%。 iPhone手机卖不动了?苹果慌不慌?iPhone不香了? 2011年,一位17岁的高中生为了买一部当时流行的iPhone4手机, 在黑中介的诱骗之下,以2.2万元价格卖掉了自己一个肾,如愿买了一部iPhone4。 这件事情被报道后,国人第一次感受到iPhone的火热和魔力。 2010年,苹果推出了iPhone4手机,颠覆了人们过往对手机的认知, 前后两块玻璃面板,加上金属中矿,轻盈,坚固,又有科技感, 软硬件的突破引领了全球智能手机发展。 同年9月25日,中国大陆市场开始发售iPhone4。 在正式开卖之前,北京西单大跃城的苹果旗舰店门口排起了上千人的长队, 有些人甚至是从广东、黑龙江等地赶来。 当时的iPhone4、16G官方售价4999元,发售四天的时间, 卖出近十万部,首批机器很快销售一空。 但因为严重缺货,黄牛们开始加价炒作。 不少人从官方排队买到转手卖给黄牛就能赚四五千块钱。 一直到iPhone4发售半年后,价格才从炒作高点时的一万五降到了六七千。 当年,为了买到更便宜的手机,许多人选择了买港版水货。 在电影《过春天》里,很多黄牛通过游客或者学生从香港往内地带iPhone手机。 这种火爆一直延续到2012年iPhone4s的发布。 当天,北京三里屯和西单大跃城的苹果旗舰店门口出现了大量排队的人员, 警察提前布控维持秩序。 因为排队时间过长等原因,三里屯店的排队人群中一度出现黄牛斗殴, 这也直接导致三里屯苹果店停业,取消手卖。 那些年里,拥有最新款的iPhone手机成为身份的象征, 于是新款发售时苹果店门外总会排起长队。 如今,苹果新手机的开售再也看不到这么壮观的场面了。 现在很多可以线下直接买,没必要排队了。 一位苹果店店员说道,这几年,年年换新苹果手机的人也少了。 从iPhone4到如今的iPhone15,十多年时间过去,苹果的热度开始慢慢降温。 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,货源越来越充足,黄牛已经赚不到钱了。 按照惯例,iPhone新款手机在发售后往往会存在短期供货不足的情况, 除非消费者抢到首批现货,否则就要等约二至三周才能拿到第二批的供货。 这时候,黄牛就会加价卖给部分急于长鲜的消费者。 甚至几年前,还有黄牛靠岛卖iPhone13两个月赚三十多万。 从iPhone14开始,那些高价囤手机的基本都赔钱了, 官网价格,第三方销售货源多了,有的还有折扣,除非是特别着急用心机, 比如14Pro可能还得加价一千才能拿到。 上述苹果店店员告诉爆变。 从大环境来看,因为经济增长放缓,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, 换机周期不断拉长。 Tech Insights此前预判, 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换机周期继续拉长到历史最长的51个月。 同时,包括苹果在内的很多高端手机,性能处于一定程度的过剩状态, 一方面两年前的手机依然很好用, 另一方面,新产品很难有大的突破点,吸引力有限。 种种因素叠加下,苹果手机也难逃不香了的魔咒。 华为、小米们前后夹击。 投资银行杰富瑞、Jeffreiss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, 把苹果手机在中国销量的下滑归因为中国本土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, 特别是华为、小米手机的热销。 试调机构BCI的数据显示, 2023年中国一共卖出2.7亿部智能手机, 以新机激活量为统计口径, 苹果、Vivo、Oppo、荣耀、小米和华为成为2023年国内份额前6名, 共占据9成市场。 其中,苹果以17.1%的比例占据了首位, 但占比16.7%的Vivo, 16%的Oppo与苹果的差距并不大。 尤其是2023年下半年突然发布的华为Mate60迅速提升华为手机占比, 给市场格局带来较大的冲击。 2023年8月,华为发布了Mate60系列, 凭借华为自研的麒麟9000S芯片, 为星通信技术以及优化的鸿蒙系统, 迅速占领高端手机市场。 但受制于产能, 时至今日Mate60系列依然处于一击难求的状态。 在北京朝阳区乐城中心, 华为专卖店的销售告诉爆变, 目前华为Mate60没有现货, 只能预定。 在电商平台上, 用户甚至需要用按时抢购的方式, 才能在华为旗舰店抢到Mate60系列。 资料显示, Mate60系列的销售量, 在上市后的仅仅8周内就突破了240万部, 刷新了华为旗舰手机的销售记录。 与华为Mate60同时上新的还有问界新M7汽车。 北京市朝阳区华为长营天街店一位销售告诉爆变, 不少人是来看手机, 然后顺便看看车。 也有来试驾玩车之后, 考虑买华为手机。 因为华为生态系统是打通的, 用手机就可以控制车。 事实上, 问界新M7和华为Mate60同时大火, 二者互为对方带来了流量。 确实我这边有几个顾客是下了订单买车, 又换了华为手机的。 上述销售也感叹道, 卖车的流量也转到了手机这边, 如果不是没有现货, 恐怕这个销量还会好很多。 与华为类似, 小米在2023年10月推出的小米14系列和Redmi K70系列。 特别是小米14系列, 首发澎湃OS系统, 将价格定在3999元, 超高的性价比也让这款手机开售不到一个月, 销量达百万台。 此外, 小米造车的消息也在第四季度不断发酵, 无意帮助小米做了最好的宣传。 而小米声称打通生态链, 在一定程度上或将为其手机增加销量。 相比之下, 苹果发布的iPhone15系列, 不仅创新不够, 新换的Tip-C接口被用户吐槽充电慢, 而且拍照方面性能不如国产高端手机。 一系列的对比, 让苹果慢慢失去自身的优势。 苹果躺着赚钱的时代过去了, iPhone15的销量没有达到预期, 苹果的着急显而易见。 2024年初, 微软超越苹果, 成为全球市值最大公司。 这也是苹果公司自2021年登上全球市值头把交易后, 首次被微软反超。 截至1月18日收盘, 苹果市值2.92万亿美元, 微软市值2.93万亿美元。 财报数据也显示了苹果的困境。 2023年11月3日, 福西亚朴罗死亡的快速交易。 谢谢大家